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8月14號許多人發現 北京天安門前面出現了許多武警 開始在藍庭一些計程車 並且要求經過這些路段的計程車 全部都要上鎖 包含駕駛座位還有乘客座位 全部都要上鎖 那就有人把這個天安門武警的事情 跟最近習近平傳出的他掛了 他被政變了 被軟禁的消息連接在一起 認為你看就是習近平被政變了 所以北京城內中南海附近動蕩不安 所以加強了警力加強了軍力 但我認為或許可能是因為近期 太多人衝撞天安門 以及8月18號週末的越共主席 要來中國北京參訪 為此提前做排查跟宣傳工作準備而已 早一點跟你們講 你們這幾天一直到越南主席離開前 經過這個路段都要上鎖 因為可能怕越南主席來的時候 然後習近平在附近的時候 有人衝下機電車做壞事 所以他們提前做了這個佈置安排 而還有一些人 看見中國一些地方的書局 把鄧小平的書籍放在了C位 下架了習近平相關的書籍 放到邊邊角落 所以讓這些人更堅信 習近平真的被逼供退位軟禁了 但是8月14號的上海展覽中心開幕儀式 就把奮力打造了習近平文化思想最佳 實踐地擺在會場的C位中央 然後周邊還是相關習近平的 什麼思想文化教育啊 四大主題展 所以如果習近平真的被逼供逗倒了 那他的親信 李強的地盤上海 怎麼還可能出現 習近平的個人展呢 而這個相比你們看到的 鄧小平書籍展 這個規模相差甚遠 是吧 所以我覺得那可能只是 某幾個書局當下 他們認為要走向經濟改革 要走向這個經濟開放的 個人意志 然後放在自己的書局裡面 然後把習近平的書放在別的地方 我覺得僅此是這樣而已 但是上海這個展覽中心 他就是國家策略的 對吧 他就不屬於個人的決定可以影響了 所以如果習近平被逼供的話 上海展 他可能就會展出 是鄧小平那種改革開放的是不是 所以不可能會出現習近平 對吧 那當然我還看到一些人的論述啊 他們拿著中共國務院副總理 林彪的鬥爭殞落 以及華國鋒的倒台 來借鏡如今消失的習近平 那我們都知道 華國鋒在毛澤東掛掉之後 在粉碎四人幫上做出了巨大貢獻 時間線我們來例如一下 毛澤東是在1976年9月9號掛掉的 四人幫是在1976年10月6號倒台被捕 當天華國鋒就被臨時受命 為中央軍委主席以及中央委員會主席 那鄧小平也是在華國鋒上台之後 漸漸的付出壯大勢力 隨後在華國鋒的領導下 華國鋒又提出了兩個凡事 通常你可以發現有人提出兩個四個 兩個一個三個五個什麼什麼的 基本上都是毛澤東那一套 所以習近平他提出的也基本上都是這樣 二是思惡對吧 那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事是什麼呢 凡事毛主席做的決策我們都堅持 凡事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遵守 那這個指示讓很多中共當時的高層覺得 哦那你什麼都堅持毛澤東 那讓你繼續上位有可能啊 文革第二第三又會再來一次 所以這個就被當時的中共高層 其他黨內同仁批評是道行逆施 而他們認為當時的中國應該是要走向 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路線與國際接軌 而不是走毛主義路線 隨後在1980年代 在鄧小平以及黨內元老的逼宮下 華國鋒才被迫下台 胡耀邦接任中央主席 鄧小平接任軍委主席 實際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那個槍桿子 變成鄧小平 那在華國鋒被正式官宣下台的這個時候 跟他實際被架空權力的那段時間 中間有8個月的空窗期 也就是說至少被隱瞞了8個多月 所以很多人就借鏡 你看習近平在今年的8月被政變了 那他也有可能會瞞到10月 或是明年的1、2月份才被公開 所以習近平他被政變了 他跟華國鋒一樣被政變了 但我們可以發現不同的點在 當年是毛澤東死後才出現了 一系列的權力交替鬥爭 而掛掉的基本上都是毛澤東之下的人 對吧? 許多人都是毛澤東的棋子跟棋子 而華國鋒在毛澤東死後 上位以及倒台 這是必然發生的事情啊 為什麼呢? 其一華國鋒當時被公認 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他有毛主席的使命 那這個公認啊 更多的是在文革的基層民眾啊 勞動民眾啊 甚至保守派人的心中 雖然文革結束了 但大家心裡還是有文革的火苗 隨時一個風吹草動 隨時被點燃 那其他的元老乃至鄧小平 如果這個時候上台當了高位 絕對又會引起更多的動亂 因為這些人在文革期間 遭到嚴重的打壓 對吧?這些人都是極右派 右派要鬥爭的臭資本家 萬惡的資本家 走什麼西方主義 那對於文革的民眾來說 心中的政治地位 這些人還沒有完全的恢復 並且他們也受到了保守派的抵制 相對之下華國鋒雖然在黨內的政治權力基礎 不如鄧小平跟其他元老來的深厚 而華國鋒在上台之前的那段時間啊 作風是稍微低調一些的 並沒有像一些保守派 像四人幫這麼的激進這麼的極端 所以啊讓他上台啊 是一個政治妥協的選擇結果 就跟江澤民當時上位 也是鄧小平的政治妥協之下的一個結果 差不多啦 所以華國鋒上台之後 他必然會被鬥倒 因為他只是一個過渡期間的領導人 因為畢竟他還是保守派 他還是毛主席那邊的人 所以啊讓他暫時來這邊平息文革的風波 平息那些保守派的人 讓他們都拉過來之後 全部一起打倒 但習近平現在的狀態啊 跟華國鋒是截然相反的啊 相對來說 習近平不是這個年代的華國鋒跟林彪啊 他是毛澤東啦 還記得去年前年紛紛出現的 席下禮商的傳言嗎 其實在毛時代也有很多類似這種傳言啊 誰是誰又要去鬥爭你的權力的 誰又怎麼樣啊 我黨很接受建言的 趕快來跟我講吧 我有什麼缺點要改的啊 很多啦 尤其是在這三年啊 每年都會集中在這一兩個月份 傳出習近平被政變被軟禁的消息 有沒有可能 這是習近平派系的人在藉此抓人 看哪一個黨內的人有呼應 欸你呼應我抓你 你呼應了還有行動我更要抓你 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確實有派系正在與習派鬥爭 而這些傳言就是政治鬥爭的一環 你可以叫做認知作戰 是吧我相信我們台灣人很懂的 只要越來越多人在牆內 傳這種認知作戰的傳言 那大家就有可能把這個傳言 把這個謠言付諸行動變成事實 所以我認為不管是什麼 不管是謠言啊 認知作戰啊 或是真實是這樣 或是現在還沒有達到鬥掉習近平 但現在是一個過程 只要傳出習近平刮啦 習近平被軟禁啊 他被政變啊 這都是中共不同派系鬥爭的過程 是吧 那我們假如習近平確實被鬥爭倒了 那最有可能改變的是什麼呢 我們這些牆外的人 最可能看見的就是 外交政策的轉變 廢除或是減緩於西方的矛盾 減緩於台灣的衝突 但事實上 這一兩個禮拜 在軍備上在船艦上的建造 中共的軍艦那些船隻 中共並沒有延緩也沒有停止喔 繼續的軍機在那邊繞來繞去 在外交上繼續站在俄國那邊 如果牆內反習近平的那些高層派 他把習近平鬥倒了 那就代表他對習近平的外交跟內政都是不滿意的 對吧 而外交又影響了我的內政跟我的經濟 所以如果你們把習近平鬥倒 你們在外交上又不做出改變 那你們鬥倒個屁啊 而最近有非常多的中國居民發現 自己所在的地方舉辦了什麼 疫情防控演練 我們都知道這種疫情防控是習近平的爛尾政績之一啦 你多久前防控其實都是一樣的 你只要是極權的思維 是三六九等的思維 那還是會有倒賣物資 賣高價菜、社會面清零、社會面轉移、動態清零 封鎖上鎖小區對吧 然後就有新疆大火是吧 我們就可以發現中共釋出了一條公告表示 要演練全國疾病防控控制行動方案2004-2005 有沒有這個可能啊 今年的年底或是明年又會來一場新的呢 而中共已經預告他們可能某個實驗又要失敗 所以可能不小心會引發這種不明原因的疫情 而這條公告是在今年的五六月份發布的 如果習近平在現在的八月份 甚至七月的三中全會已經被鬥倒了 那這一個疫情防控演練應該會被暫緩 他應該會被當時反對習近平那種極端的防控政策的那些人要暫緩 如果真的萬一怕未來幾年可能又有不明的這種疫情會來 那你們要做的是確保量能還有分流還有各種的東西 而不是對民眾的管控是吧 當然啦小粉紅你們開不開心 又可以讓全世界看到中國啦 你們又可以天天吃綠化袋配骨粉還有礦物油 難不難心 又可以天天自願的被迫再加挨餓 這個叫什麼 善意再加挨餓是吧 善意挨餓 運氣好一點的你們還可以去善意的當大白志願者 可以對其他小粉紅遺址氣死 我就問你開不開心 我不管你開不開心啦我是還蠻開心的啦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想要記得訂閱我 不想要記得營料寶封鎖 我是吧 下集見了